Hello 各位我是有风 在今天的视频中有风会帮大家测试几个 可以让照片说话的AI工具 当然在制作照片视频之前 我们得先有一张照片 可以使用任何带有脸部特征的照片 跟着有风一起来测试一下 在本期视频中有风会用Mijioni来生成一个图片 用这个AI人物来制作会说话的一个照片视频 先我们打开Mijioni 我们需要给Mijioni一个提示 来生成你想要的一个图片效果 有风会用到一个Mijioni里面的以图生图的功能 现在我想在网上找一些比较有名的 一些好莱坞的一些性感旅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 这些都比较好看 这个美女来生成一下来试一下 打开Mijioni我们打一个斜杠 然后选择一个描述图片 把这个图片拖进来 拖到这里放 好这里点一下按回车 Mijioni的话它会根据这个图片 帮我们生成四个提示 你可以点击前面对应的数字 生成一些对应的图片 比如说第一个就点一二三四 你可以你想用哪个提示 你就点击哪一个 非常的简单 那我有风点了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生成的就是这四张照片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 还有第三个 三个第一个我觉得还可以 还有一个 我觉得这个可以 我就点一下U1 这个第一张照片 来看一下 好 就是这张照片 我们点击一下它 好 点击右键 可以把这张图片保存到你的电脑上 接下来我们要用到我们今天要测试的第一款 用图片生成视频的一个工具叫DID 它可以让我们的照片说话 我们来试一下 你可以用你的Gmail 你可以用你的Gmail游箱免费登录 试用一下 进入后台以后的话 点击左边这个加号 创建视频 然后这里的话点击加号 把我们刚才用BJ你生成的照片传进来 进来以后它就在这里了 可以输入它要讲的话 那比如说这句话 好 这下面的话可以选择一个声音 这种符号的话 一般就是男士 往下面拉 好 这种这个就是女士 可以选择一个对应的声音 你可以试听一下 非常可以 然后点击这个生成 点击这个按钮生成 然后它会消耗的话 一个信用点 免费的话 它会有20个信用点 好这个时候它会在这里帮你生成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好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来点开听一下 嗨 I'm Wendy Nice to meet you 嗨 I'm Wendy Nice to meet you 效果还是不错 但是的话这个生成的时间太短了 只有两秒钟 那我们可以让它生成得更长一点 那马上有风会演示 怎么样生成更长的一个视频 那我们现在需要一段文字 我们需要把我们这段文字的话 转化成一个语音 文字转语音工具的话 有风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ElevenLabs VI文字转语音工具 每个月可以帮你生成一万个字符 好 进来以后的话 我们点击这个 Voice Weber Library 进入它的一个语音库 选择一个声音 那比如说我们点击 我们点击这个 还有下面选择一个女士 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美女 然后这里听一下 If one is lucky a solitary fan If one is lucky a solitary fan One may say The eternal mystery of the world is its comprehensibility 你觉得可以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 增加到你的一个语音库里面 接下来我们点击语音合成 我们来选择一个女士的声音 in seed time learn in harvest teach in winter enjoy 好 这里的话 如果你刚才增加了语音库 这下面就看得到 我们选择这个 然后我随便找了一段英文 我随便说了一段英文 让它帮我合成一下 然后点击生成 生成好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你听一下 in seed time learn in harvest bitcoin is a digital currency also known as a cryptocurrency it was created by 可以的话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下载 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面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DID 同样我们点击右上角 这个创建视频 或者说点击这边 那个加号创建视频 都可以 点一下它 然后选择这个 我们刚才这个美女 这次的话 我们就选择从声音上传 这次的话 我们选择这个audio 我们可以上传 我们的一个声音文件 上传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声音文件 传进来 生成视频 然后同样点击这个生成 然后这个的话 它会消耗两个信用点 点击生成 我们来看一下 有风刚之前 已经生成好的一个效果 这个它生成的时间的话 它一般会到个 我这个二十多秒的话 可能需要三到五分钟 那我这里就不等了 因为我之前已经生成 直接给大家看 最终的效果 好这个效果是可以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点一下它 这个效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 我们第二款 让照片说话的AI工具 这个叫做YEPSA AI 我们点击这个开始 你可以用你的邮箱 注册一个账号 免费注册一个账号 这个就是这个YEPSA的后台 我们可以 还是可以跟刚才一样 可以点击这个加 或者说点击右上角 这个创建视频 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 第一个的话就是比较快 第二个的话就比较专业 我们选择第一个快速的模式 点一下 那同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上传照片 然后点击这里下一个 然后点击上传 还是选择刚才这个 用BJOLI的生存照片 上传进来以后 我们点击把它选择进来 那下面的话 可以输入你想说的话 那在生存之前的话 最好选择一个声音 点击这边这个声音 听一下 我可以往下面 找一个美女的声音 Hello, I am Ellie, one of the American English Synthetic Voices Hello, I am Emily, one of the American English Synthetic Voices 这个可以 然后选中 选中它 这次我们可以点击播放 听一下效果 然后它会消耗0.33个信用点 那一共的话 好像是有10个信用点 Hi, I'm Wendy, nice to meet you 好,你觉得这个声音可以的 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生存 好,这里点击一个生存 好,我可以返回一下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 我们来听一下 那有风之前已经生存过的 给大家大概听一下效果 Hi, I'm Wendy, nice to meet you 感觉是可以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生存一个长一点的视频 试一下 同样点击这个加号 然后还是选择第一个 第一个快速生存 那同样把这个照片点进来 好,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里选择一个配音 选择这个按钮 这里点击左下角增加一个配音 这里上传我们刚才用Eleven Labs生存的一个声音文件 好,现在声音已经进来了 好,你可以直接点击照片生存 然后这里点击一个确定 回到后台 然后点击左边这个按钮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生存的一个效果 点一下它 这里的话可以全屏打开 听一下 效果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下载到电脑上 也可以点击这个三个点 进行一个下载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今天要用到的第三个 让照片说话的AI工具 叫做黑镜 那你可以 也可以用你的一个Gmail 像进去下登录 因为的话 每个账号的话 只有一个信用点 每生存一个视频的话 基本上要花0.5个信用点 因为有风这个已经零了 没有了 我们可只有换个账号 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你同样可以用你的Gmail 邮箱进行一下登录 这个是他们官网以外生存的一个视频 那我们点击这个开始 这里你上面随便选吧 刚刚进来的时候都要选一下 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图片说话这个 然后上传我们的一个 说话的 也要说话的一个照片 还是把这个AI图片传进来 好 这个美女已经进来了 我们点击一下它 点击创建这个视频 你这里可以选择上横板 还是横的视频 还是竖的视频 我选择横的 我们这里输入一个简短的话 来试一下效果 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声音 那么这里选择一个女士 听一下 Hello This is how I sound Hope you like it 好 这个可以 我们就选它 然后这里点击这个按钮 听一下 Hi I'm Wendy Nice to meet you 可以 我们点击一下上面提交 它这个就会 一共只有一个信用点 这里会消耗稳定掉五个 我们来提交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生成这个效果 Hi I'm Wendy Nice to meet you 可以 这是个短的 我们来再来生成一个长的 来看一下效果 还是点击一个创建视频 选择这个横的吧 那这个地方 我们选择一个照片 视频 然后还是选择它 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选择 这个从声音创建脚本 然后这里可以上传 我们的一个声音 本地的一个音频 还是把刚才用 E11 Labs生成的一个声音文件 传进来 好 这里点击提交 好 这里提交 Bitcoin is a digital currency Also known as a cryptocurrency It was created by an anonymous developer or group of developers in 2009 and utilizes a decentralized ledger system called blockchain 效果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有峰会把每一个工具生成的一些视频 依次放给大家看 你们可以自行感受一下 Bitcoin is a digital currency Also known as a cryptocurrency It was created by an anonymous developer or group of developers in 2009 and utilizes a decentralized ledger system called blockchain Bitcoin is a digital currency Also known as a cryptocurrency 它在2009年代,在2009年代,也使用了一个桜子的组织系统,叫blockchain。 Bitcoin是一个数据的货币,也认为是个加密货币。 在2009年代,也使用了一个桜子的组织系统,叫blockchain。 都看完了,大家感觉怎么样? 那你觉得哪一个生成的效果更好?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告诉一下有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价格。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DID的一个价格。 DID的一个价格是,最低的话是4.7美元,可以生成10分钟。 那当时的话,它只有一个个人授权。 它生成出来的还会有DID的一个水平,这个就有点尴尬。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一个专业计划。 专业计划的话要16美元,16美元可以生成15分钟。 这个的话就一个商业授权。 但是它有一个什么AI水平。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高级版要108美元,可以生成100分钟。 这里就一个商业授权。 还有你可以自定义水平。 我们来看一下YEPIC这个AI的价格。 它最低的话要29美元。 29美元的话可以生成最高66分钟。 那第二个plus计划,还有一个plus计划要79美元。 79美元的话可以生成250分钟。 还有一个高级计划就是299美元。 299美元可以生成1300多分钟。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Hedging的价格。 Hedging的话它最便宜的它有一个创作的计划。 要24美元可以生成15分钟。 那它这里可以有一共是15个信用点。 那每个信用点的话它这里有说明就是一个信用点等一分钟。 那就是24美元可以生成15分钟。 72美元有一个商业计划可以生成30分钟。 接下来我们可以打开GPT让GPT帮我分析一下买哪一个更合适。 那我给GPT的提示这样帮我分析一下买哪一个好分析它们的优缺点。 那我把这三个计划的价格还有它们的一些大概情况打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GPT给我的分析。 它分析DID的清醒计划就是7.5美元。 优点是价格相对低。 那适合个人用户或者小型项目。 那缺点就是生成时间比较短只有16分钟。 而且水印没法移除。 那它给了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建议。 就是如果你是个人用户或者说小型项目。 那预算有限可以选择DID的清醒计划。 或者说Hijing的创作的计划。 那如果你是需要商业许可证或者说需要更多的生成时间。 那DID的专业计划或者是Hijing的计划。 商业计划。 那可能比较适合你。 那如果你需要大规模的生成时间。 那你可能还需要加上你自己的水印。 以及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的话。 那GPT给我们的建议可以靠DID的高级计划。 或者是YEPSE的高级计划。 我是个人用户。 推荐哪个。 是有风。 我这个频道分享的是一些网上赚钱或者说网上创业的一些思路和想法。 希望可以帮到你。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区留言。 有风看的。 如果我懂的话,就会第一时间恢复大家。